哈囉 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們 大家好 歡迎收看 股市QN的節目 我是QN的美傑 那麼昨天艾斯摩爾財報 大家都說那個爆炸的爆 財報爆炸之後 大家都感覺到很緊張很恐慌 美傑昨天的節目的標題 我直接就直接跟大家講白的 就是雷聲大 雨點小 那在昨天的節目 昨天美股四大指數 紛紛都是走陽的格局 都已經直穩走陽 都上漲的格局 今天的台股 是不是也是回穩了 甚至連貴買指數 相對的還是比較強勢 那雖然是萎縮 但是今天有一件大事 今天有一件大事是什麼大事 就是台積電法說 那台積電法說待會就展開了 就怎樣展開了 那今天上市貴指數 紛紛都是呈現震盪走陽的 一個格局 那對於大盤正貢獻掌點的點數 就是紅海了 就是紅海了 那負貢獻點數是台積電 大家比較觀望 但是在今天大家在盤前的時候 大家都會看到就是外資又要調升 台積電的平等 又要到1500 1500 1600了 那台積電 大家現在還不是一樣 呈現比較觀望的態勢 那過去呢 你如果都鎖定每一姐節目的朋友 每一姐都有跟大家講 都跟大家講說 現在 大家不要一直 focus 我知道台積電很重要 但是它會影響到什麼 台積電們 那台積電當然也會有影響 只是說 關於台積電 我等一下再跟大家做解析 我們如果先從大盤來看 方向的角度來看 今天大盤呢 開高震盪 中場是漲幅收斂 觀望氣氛比較濃厚 那中場上漲42點 42點做收 量能是萎縮了 那過去呢 這一波行情我就不再跟大家做解釋 但是我今天我要跟大家講 在這邊 我跟大家講 季線即將翻揚 季線即將翻揚 因為我們如果說看它的扣底的位置 它現在是已經開始往下扣 開始即將要往下扣季線的扣 要扣這個位置了 那季線如果說往下扣這個位置的話呢 它的位 它的季線就會 劍頭就會向上 季線的劍頭向上 就是會往上扣 往上扣的季線又是生命線 它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強烈支撐 所以我要跟大家講 季線即將翻揚 所以逢回 如果有壓回 佔買方 但是不是胡亂的去找那種高本益比 超標股 大家說人氣股 腰股去做買 去這樣買方 今天大家都在等待這台積電的法書 今天就17號了對不對 台積電今天法書 大家都在關心 報紙上重點新聞 也都直接跟你講說 下好離手 明天會怎麼動呢 其實大家關注的重點 就是這些 就是這些 那我會跟大家講 我會跟大家講 其實你看我的測標 你也知道 唯有領先布局 才能搶得心機 那過去你如果都是 美姐的粉絲 你如果是美姐來的家族成員 或是YouTube有訂閱的朋友 有一年以上的 你會很清楚 過去 今天10月17號 去年的10月16號 現在台積電是四位數 現在台積電是四位數 今天大家觀看她法書 修正正常 但是美姐在這幾天節目當中 是不是告訴大家 四位數以上的台積電不用追 美姐總是喜歡壓會的時候 去跟大家分享 我喜歡壓會的時候跟大家分享 為什麼呢 跳樓大拍賣 跳樓大拍賣 你去逛市場 大家不是都這樣子講嗎 甚至一些商場賣場 你都真的跳樓大拍賣 那你拍賣你才能撿到便宜 那追高 這從這邊墜下來 就是你有風險 我講簡單一點 講直白一點 就是這個樣子 那你如果關注美姐 超過一年以上的朋友 在去年的昨天 去年的10月16號 當時台積電股 價在545 連巴爺爺 巴爺爺 大家知道是誰吧 巴爺爺 都看不好他 說地緣政治的關係 還是不要買台積電股 本來買了喔 買了之後呢 大家跟隨長一波 結果呢 它停損出掉 停損出掉 那現在四位數 現在四位數 那美姐在過去 領先跟大家講的時候 是545塊 但是我不是跟大家 我只是舉個例子 我不是跟大家講說 我去年買台積電 不知道到現在 我不是這樣講 我不是這樣講 我只是舉一個例子 就是說 你如果真的要做長線操作 你可以當然做台積電 是做沒錯啊 但是以目前的階段 四位數以上的台積電 我認為是不要急 我認為是不要追 不要追 不需要去追這樣 那過去我9月26號 我節目就是 就都跟大家講過 破斷的買點 我是不是領先跟大家說 破斷的買點 我是在這一天跟大家講 分享的 是不是領先預告 唯有領先布局 才能搶的先機 不是說隨便 早買早買 這邊比這邊早 就是領先布局 而是說 你領先可以知道 未來哪邊買的台積電 是叫做有真價值 有真價值 你去買才有意義嘛 後面才有上漲空間 那另外呢 在這邊 這一個買點 我在8月21號 就在這一天 講上來 我在跟大家講 你如果錯過這個買點 買點的話 那麼下一個波段 買點在哪裡 你是我Light家族成員 小阿姆QQ208的朋友 全部幫我做見證 這是7月26號 我跟大家講 就在820到850之間 天啊神啊 這是神嗎 這天啊 7月26號 7月26號在這一天 當時價格924 我直接預告喔 我直接預告 說台積電 你的真正的波段買點 就在820到850之間 這相差 將近100塊耶 那當他真的來的時候 很多人急著想要跑 很多人感到非常害怕 那當彈上去 又在想說要不要追 要不要追 8月21號 大家的家族成員 全面做見證喔 8月21號在這一天 我又在座跟大家預告 不用追了 下一個波段買點 就在這邊 是不是 8月9號的跳空缺孔 是不是在這位街 你有鎖定美姐的節目的朋友 我每天是不是都跟大家做分享 接下來趁上去 我跟大家說 4位數以上的台積電不用追 那雖然呢 今天 我不是說看今天要回這樣講 我在 今天 收1035嘛 在1070的時候 最高來到1075的時候 大家在那邊觀察說 最近會不會過前高1080 會不會再挑戰歷史新高 大家吵得好轟轟烈烈 但是美姐說 這是其次啊 你 好 那就算給你創歷史新高1090好不好 你創5塊 你手續費還沒回來 那反倒是呢 近期盤面上 有很多強勢的台積電家族 大家都稱他為台積電們 哪些族群呢 第一個 COOS族群 首先 我們可以先看到 3131的紅色 我們從Cashion形態來看 是不是長翻天 是不是長翻天 但是呢 大家請看我這張圖 慣性已經有改變了 慣性已經有改變了 所以 不是過去強的 你去追 所以我為什麼一直跟大家講 追高的風險就在這邊 就在這邊 但是過去他是沿著季線這樣往上 那這兩天他已經跌落季線之下 所以這代表什麼慣性已改變 所以他已經跌落季線 也紅色 再來 6187的萬潤 6187的萬潤 大家 有很多人在這邊講 對不對 但是呢 他以他的界線的距離率是高達25% 有點高 所以呢 在這些個股當中 你要怎麼去挑選 台積電門呢 那另外還有CPO 矽光子族群 喔 最近 好火熱喔 首先你看到3081的聯亞 天啊 這是叫做股票嗎 這根本就是開高速公路在那邊 吹油門上去標嘛 對不對 那另外呢 3450的聯軍 天啊 這麼強 這麼強 你還敢去追嗎 3363的上全 也是這樣直線 直線揚身 你不買喔 都會覺得好痛苦 是不是這樣子 很多喜歡追高的朋友 喜歡追價 喜歡做當窗 喜歡做隔日窗的強勢股的朋友 你就會感覺到說 這些個股都讓你 覺得心癢癢的 今天我要特別跟大家講 CPO矽光子族群 你要注意哪一件事情 為什麼它最近表 表現會這麼強勢呢 原因是在於 2024國際光電展 在10月23號跟25號 10月23號到25號 這期間 有國際光電大漲 所以呢相對的也有影響到 這些股票的表現 那但是你有沒有想到過 在展覽之前 展覽都還沒開跑 它就都已經表態了 那也就叫做什麼 利多實現 所以呢 你如果不是領先 布局在前頭的 那漲這麼高 你覺得你的風險在哪裡 對不對 所以美姐老一句話跟大家分享 雙高操作策略 好如果沒有追高 風險高 唯有低階才能夠獲利高 那關於台積電法說之後 我要跟大家講 剛剛你有看到的 相關的設備 設備概念股 台積電設備概念股 細光子CPO 另外特化族群 特化學族群 你怎麼看跟台積電相關的 就是這些小金 不是小金 台積電們 大家這麼稱呼我們跟風一下 對不對 台積電法說之後 相關的設備 細光子特化族群的解析 你想知道嗎 就是這些設備 細光子特化族群 它會如何去做輪動 後續的看法 我們要怎麼看 時間關係我沒有辦法 一一的跟大家做介紹 但是美姐花點時間 台積電法說之後 我在今天 我在今天 我會跟大家分享在 LINE X主頁上面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 觀察想要了解 美姐對於台積電們 就是台積電法說之後 相關的設備 細光子以及特化族群的解析 我們要如何去掌握 如何去看待 你想要知道的 你想要知道美姐看法 你看像過去 不管是大盤也好 不管是台積電也好 美姐是不是都領先跟大家 預告跟大家分享 是不是這樣子 美姐替大家做解析 那我放在LINE的主頁上面 那你如果想要看這篇文章的話 加入美姐的LINE官方帳號 小老鼠QQ208 美姐就把它放在主頁 主頁 主頁喔 主頁喔 主頁就你加入LINE 這不用錢 小老鼠QQ208 加入之後呢 我放在主頁上面 主頁就在這個位置 加入之後 那你會看到大家有這個畫面 那右上角呢 有一個像紀事本一個圖案 那我的資料 我的文件 就放在這邊 就是放在這邊 那麼台積電家族呢 我認為 後續會走向一個 新舊交替的一個階段 我們呢 就廣告時間後 再來跟大家做分享 那目前呢 大家可以利用廣告時間 先加入美姐LINE 小老鼠QQ208 先加進去 先看看這些台積電們 後續的表現 那下階段 我們再來跟大家做詳解 那我們休息一下 近廣告帶回來 關於台積電法說之後 那相關的設備 細光子 以及特化族群的解析 美姐呢 會在今天 把它放在LINE的主頁上面 所以大家不用傷腦心說 台積電這個解讀是 它這個法說之後 究竟對於設備是好的 對於細光子是好的 還是特化族群是好的 美姐直接跟大家做解析 那我會把文章 放在LINE的主頁上面 那LINE怎麼加入呢 小老鼠QQ208 直接加入官方的LINE 這是唯一美姐官方的LINE 我放在主頁 主頁就在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像七十分一樣的地方 那我剛有跟大家說過 台積電的家族 會做一個新舊交替 為什麼呢 因為台積電 的一些 你所知道的一些台積電供應鏈 其實很多都噴漲上去 都處於位階 都已經感覺到相對高了 那如果以美姐的習性來看 美姐不會叫大家去追價 你看過去 你如果是我的老粉們 你會知道美姐跟大家分享的股票 全部都是在修正的時候 壓回的時候 要不然就是在盤整領先 跟大家做分享 全部都是這樣子 那台積電 新舊交替 台積電的供應鏈 我認為會做高低位階的轉換 所以過去 在10月9號的時候 我節目是不是就直接公開 今天是10月17號 在10月9號的時候 我是不是就直接領先的跟大家分享 所以我特別要說 我有領先不只才能強的升級 就像節目的分享也是一樣 所以我10月9號 我直接跟大家說 還有沒有低位階的台積電供應商 那美姐蓋了一張牌 這張牌叫什麼 天生贏家 網路上都在幫美姐開牌 美姐知道啊 但是我 你如果交易沒你的Light 我在隔個交易日10月11號 我直接就已經在Light裡面開牌了 就是2049的上癮 就2049的上癮 甚至呢 在10月14號這禮拜一 這禮拜一 修正喔 2049的上癮你看喔 2049的上癮 禮拜一 算是紅K 可是她修正的格局喔 11號漲了 就禮拜五嘛 11號漲了8% 隔天是修正的 但是修正 美姐就躲開 就說我隔天前天都賣掉嗎 美姐不是這種人啊 美姐不是這種人啊 那 如果你忘記美姐當天怎麼跟大家講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禮拜 我們10月14號 我們禮拜一怎麼跟大家說上癮的好不好 我們見一下VCR 我不會因為她今天是修正的 今天跌了0.63%我就不講了 我認為她後續還有高點啊 為什麼 她抵俗了兩年啊 我今天還有錄製索媽影音 我把原因都放在裡面 索媽影音我也都放在Light的主頁上面 所以你有加入美姐Light的小小鼠QQ208的朋友 真的是天大的福氣啊 很多很多會員專屬的資訊 很多公開分享的資訊我都放在Light的主頁上面 大家都可以繼續再去做觀賞 那麼10月14號之後呢 隔天是不是又 哇又狂噴 今天呢 這次很突然心高 但是留一個長上癮線 又帶來了一個什麼 巨量 那怎麼解讀 把節目看完 我昨天節目公開是不是跟大家公開 昨天上癮還是壓回的 我昨天節目跟大家公開說 壓回是買點 還有高點 其實為什麼 她整理了兩年 昨天我是這樣跟大家講 她整理了兩年啊 才剛突破 才剛突破 我跟大家講說 其實她如果一路一直漲 她會距離季線觀禮 距離月線觀禮 非常大 非常大 但是今天呢 再創這一波波亂線高 超級強勢的 但是呢 確實感覺好像耳虎頭蛇尾一樣 雖然中場還是一樣是上漲的 雖然中場還是上漲 但是對於這個上癮線 大家會害怕 但是我想要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什麼事情呢 這就要把 這就要把我們轟天雷的畫面 拉圓來看 大家有沒有看到 這邊是過去喔 這邊這有巨量對不對 然後這邊是不是大量的 大量的區間 這邊巨量大量的區間在這邊 那今天呢 她已經 大家如果看到這好像知道 她已經越過這大量區間 已經大量 這大量區間的 的這個地方了 所以呢美姐認為呢 美姐認為 上癮已經站上了這個大 前波我剛剛指給大家看的 大量區間 所以呢 她現在帶的量 還比過去還要高 所以美姐認為 上癮 關於2049上癮這場個股 雖然今天的震盪 還有高點 那你想想看喔 上癮大家都認為 她是做工具機對不對 那您想想看 好 半導體設備 61875萬潤漲幅 已經高達5倍 那另外呢 黃仁勳 他有告訴說 AI本來就是機器人 機器人 你當然就想到的 就是 那些飆漲的嘛 會漲停的嘛 對不對 我們來看一下 8374的羅生好了 這種超標的股票 你認為機器人 概念只有這些嗎 8374的羅生 他這一檔個股 他是機器人概念股 當然是他已經漲7倍了 美姐不喜歡叫大家追價 但是呢 你如果看看喔 2049的上癮 他吸手美系大廠 在工具幾點 他也工AI機器人 大家一定就知道 機器手臂嘛 報解嘛 就是有訂單嘛 對不對 那你想想看喔 半導體 半導體 再加上 機器人的概念 你剛剛看到的 萬人潤漲5倍 那你剛剛看到的 羅生漲7倍 是不是這樣子 那 上癮 2049的上癮 才剛剛站上了 他的大量區間 而且呢 他目前 漲幅只有15% 你不覺得很委屈 所以美姐認為 還有高點 那 美姐近期的操作 我就不再一一的多說了 除了上癮之外 你一定記得 2543的黃昌 你一定記得 3653的建策 我們掌握多少 你一定記得 6863永遠到K5 我們掌握多少 一檔 接著一檔 那我相信 在這一波行情裡面 我還是跟大家講一句 任何的壓回 還有股票就是少買點 那 我現在在股票上 當中 你缺乏勇氣 美姐給你 還有沒有下一檔 國泰民安 即將表態 那麼現在呢 美姐正式推出 榮耀啟程的特別計劃 那這個特別計劃 當然有相關的好康在裡面 那你想要關注的 歡迎你 利用廣告時間 跟現象注意的人力掐詢 最後的說明大家 每天都可以操作順利 我們連見拜拜 本公司與分析師所推薦分析至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因獨立判斷 省事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